今天晚上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過去24小時 最熱的熱議的議題之一會是什麼 第家 統神被苗博亞電報 所有引爆的核心都是因為統神 瞎挺黃紫焦 引起全民眾怒 而這個電報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第家 今天 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征 跟這個統神 在熱線上直接直播對決 當然 最後我們看到統神電報了吳征 互嗆30分鐘 3萬人在線上吃瓜 看這場熱戰 我們就說不要上車就不會翻車 你踩到了兒少的紅線 當然要接受全民踏罰 統神當然不對 當然要接受全民的譴責 但問題是 今天傳出了這樣的一個陰謀論 什麼陰謀論呢 吳征 你這個地方跟他熱戰30分鐘 你被電報 從頭到尾 你真的是有關心到兒少嗎 還是根本背後暗藏著 利用統神充流量的KPI任務 為什麼這麼講 現在居然傳出了 你要贊統神之前 你還有跟你的長官請示 長官是誰 長官同意你了 提醒你要謹言慎行 於是就開戰了 今天網友就開始回過頭來 對喔 如果你真的關心兒少 你該做的 應該不是在線上去站網紅 而是去修法 修什麼法 讓你的人民 不至於去買到暗黑缺德網站 賣的那些 不雅光碟 不雅影片 不雅檔案 全力在你手上 你該做的是這個 不是在這邊去蛇戰網紅吧 宇軒 你怎麼看 班先生跟我問你喔 請問一下這件事情 問題的主題到底是誰 黃紫嬌啊 不是 是那些受害者 還有那五千多個 還在我們講的喔 這個論壇裡面的人 是 對吧 黃紫嬌他是什麼 他是五千多分之一啊 那為什麼今天大家 把所有資源都關注在他身上 因為他是名人嘛 對 那請問我們關注在 黃紫嬌一個人身上 那這五千多個人 就會被法辦了嗎 繼續我在做的 繼續看啊 而且各位不是五千多個喔 原本是四千多個嘛 那是黃紫嬌被踢爆之後 變成五千多個 所以我問一下喔 當我們社會把所有的焦點 聚要在黃紫嬌身上的時候 反而助長了犯罪的進行 對 我們應該圍堵的是 那個暗黑缺的的網站嘛 對嘛 那我問一下嘛 五千多個這個叫什麼 他們叫加害人 但請問一下 這些受害的女性 甚至是未成年的 他們的正義有得到伸張嗎 沒有 沒有啊 影片繼續啊 賣啊 線上論壇繼續開啊 那我們永安大陸在幹嘛 所以各位啊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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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得李統神也好 吳征也好 不然你講什麼 昨天加入的苗博亞 甚至巧心 我都講坦白的 請問一下 他們這些人吵到底了 流量蹭了 喔 你們要不要很棒 donate十幾萬 喔 教訓了統神 不過跟我講 關我屁事啊 請問統神被教訓了 然後這些女性 就可以得到正義了嗎 繼續受害啊 那五千多人就可以被抓起來了嗎 繼續看啊 繼續賣啊 所以請問一下這些人到底在幹嘛 那吳征在幹嘛 啊統神在幹嘛 統神那本來就是那樣子了嘛 那你吳征是民進黨發言人的啊 巧欣是國民黨立委吧 對不對 啊苗博亞你是什麼 台北市議員 啊對 你在那邊誇誇其口 下一段人說 啊苗博亞幹得好 教訓了統神 喔好啦 好 然後咧 那五千多人就抓得起來了嗎 這各位啊 這根本就全部都磨無掉焦點了嘛 我根本不在意這些人要幹嘛啦 我講坦白了啦 第一件事情啦 現在有一個叫老馬的說 這是創意私訪的這種負責人嘛 抓不到嘛 人在國外嘛 那請問一下這件事情到底誰該負責 術發部啊 不然術發部幹嘛的 對啊 術發部是全台灣政府部門 唯一有動能 欸 唐鳳號稱叫什麼 天才駭客 欸你開什麼玩笑啊 你520還沒到 你現在就在退休了是不是 就不關你的事是不是 你天才駭客 各位啊 這個犯罪分為兩個層次嘛 一個叫做網絡層次 不管你說它是用暗網 或是用什麼樣的模式 在網域上橫行 那這個橫行的方式 如果台灣方沒有辦法封殺 當然你有辦法如果在第一時間 各位 因為這是交易的場所 有辦法把這個交易的場所 給查棄 或者是把它廢止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 第二線的犯罪現場 第二線的犯罪現場叫做什麼 就是拍影片的這些人啊 去拍影片 我不管他是用什麼違法的方式 違非作為的方式 如果可以杜絕掉買賣的空間 跟場所是不是就不會有第二層 這兩個層次的問題嘛 再第三個問題 請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五千多個人 還持續增加當中 因為抓不到啊 沒有被公佈啊 我跟各位保證啊 有關單位 只要把除了黃紫嬌之外 其中的一個人 各位不用多 一個人照片姓名地址公佈出來 請問一下這些人會不會馬上退出選擇 做鳥受散啊 閃得跟鬼一樣啊 誰敢讓人家知道啊 所以這件事情能不能處理 當然能處理 但絕對不是一堆人 像網紅一樣 你罵我 我罵你 我上課 我抖內 我流量 全部人都只是在旁觀看戲而已 董哥 跟兒哨相關的 尤其是性的暴力 在全世界都叫做忘國公罪 那在台灣呢 如果不是因為黃紫嬌 其實我們已經暢行無阻多久了 所以我們這個政府就在騙嘛 他們假裝自己很公正 尤其吳貞代表民進黨 執政黨的發言人 他出來幹嘛 撥板面 我告訴你今天最大的板面是什麼 有一個黃先生 跑去高雄市政府首屬的民生醫院 因為低血壓住院 結果被抓去切肚子開刀 因為開錯了 因為要切的是他隔壁床的 張先生 可怕 大家再看蔡英文 黃捷還有高嘉儀 那時候臉孔被人家做成AI的 蔡英文正路 馬上給我修法 那已經三年過去了 民進黨在立法院 這八年暢行無阻 有修法嗎 修給我看 蔡英文那時候是正路 說馬上給我修法 然後大家都響應 那結果呢 所以民進黨就是會演戲 當社會有個議題 黃紫嬌 人人都在踏華 發言人就趕快來趁一下流量 對不對 報告賴清德 報告老闆 我現在沒有在玩手機 我現在正在趁流量 讓大家來看民進黨 是有理想 跟社會主流左在意外的黨 他們現在想的是這樣啊 所以所有人都來趁黃紫嬌啊 那黃紫嬌做這種傷天害羽的事情 人人都很痛恨天理難容 那你早早就該做啊 你八年你有非常多的資源 你在立法院要夠任何法案 都夠得了 那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在做什麼 你就是在騙那些年輕人啊 年輕人喜歡大幹 哇 你就去大幹 那下面呢 下面就要問候別人的媽媽 可以嗎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黨 頹匯下流 讓人看不起 博毅你怎麼看 對於黃紫嬌事件我要先呼籲 非法違法的事情不要做 千萬不要以身釋法 台灣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依法辦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但是我沒有想到 一件社會事件 居然會被綠營 拿來攻擊抹黑國民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裡面的統神 就是因為之前幫國民黨 教導了空戰的一些理論跟知識 所以綠營為了攻擊國民黨 就開始跟統神吵架 開始把網紅牽扯進來 因為今年在選總統的時候 賴清德很生氣 因為以往的網路霸主民進黨 被誰取代了 被民眾黨取代了 賴清德不能夠接受 所以馬上要求 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 吳征怎麼樣 開一個直播節目 叫做老闆叫我開直播 來跟不管是民眾黨對抗也好 還是跟國民黨對抗也罷 趕快來挽救年輕人的心 以為簡簡單單的 開一個網路直播 就能夠換回民眾的心嗎 就能夠換回年輕人 對你的支持度嗎 完全不行 他把年輕人想得太簡單了 連現在年輕人 以往最支持你們的人 都漸漸離你們而去 而你們現在 唯一的解決辦法 居然是強迫你的下屬 去做一個網路直播節目 來討好年輕人 來讚網紅 然後讓自己被洗臉 情況變得更難堪 與其你有時間耍噱頭開直播 倒不如好好專注在你國政之上 不要讓這些錯誤的事情再度發生 讓我們民眾能夠風衣足食 我覺得這對國家而言 對民眾而言 才是真的有幫助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俊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我也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感恩 感恩 感恩